全球穆斯林结束斋戒月 在二十一日迎接开斋节的到来 由于今年是疫情解封后第一个开斋节 各地的穆斯林都沉浸在久违的欢乐气氛里 爆发内战的苏丹宣布开斋节停火七十二小时 但首都克吐木仍不时传出枪响 民众想尽办法逃离 开斋节第一天 苏丹首都克吐木市区一片寂寥 到处可看到民众带着行李走路或开车 想赶紧离开烟消未浓厚的地方 苏丹军方分裂的两个军事阵营 引爆的冲突持续了一周 死亡人数攀升超过四百人 三千多人受伤 军方宣布开斋节停火七十二个小时 但是克吐木仍强声打坐 无处可去的民众只能躲在家里 开斋节欢乐的家庭团聚活动被迫停止 在其他的穆斯林世界 二十一号开始迎来 疫后解封第一个恢复正常的开斋节 二零二二年世界杯足球赛 馆场之一的卡达教育城体育馆 成了开斋节的活动场地 预估高达一万五千名穆斯林 出席了开斋活动 在印度好几百名穆斯林在境内最大的 甲马清真寺度过了开斋节 拥有全球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国家 印尼二十二号在雅加达的阿兹哈清真寺 举行成礼会好几千人涌入现场 而三大宗教圣地的耶路撒冷 大批穆斯林也聚集在爱格萨清真寺 参加助导的仪式 阿拉伯太空人尼亚迪在国际太空站 录制了开斋节祝福 影片中的尼亚迪处于无重力的状态 身旁还有一只玩偶 他打趣地说两个人为了开斋节 而换上最正式的服装 公司新闻章属分边议